其實印象中 譬如說很多年推出新iPhone的時候 其實香港來說 有些蘋果概念股都可以炒起 譬如瑞星或者信譽光學 但看到這次的情況就是 其實上個星期三的時候 蘋果就confirm了 就是今天會公佈的新iPhone 但是自從這個日子公佈了之後 其實剛才說的那幾隻股份 表現都是一般的 有升也是一個反彈 今天就正式公佈了新iPhone 甚至連iPhone本身 大家都覺得沒有驚喜 你覺得這類股份 未來又會不會跌得比較急 我覺得未必會大跌 當然它本身靠iPhone 去到賺一個很大的錢 現在就比較難一點 因為不同以前 往日來說 iPhone你說要找一些供應鏈的 找一些供應鏈的 基本上就很集中的 但是現在來說就不同了 之前蘋果都說明了 它接下來都要進一步 將其下的供應鏈 做多元化 找多一些供應鏈 所以基本上 即使你說現時 你可以納入到 蘋果供應鏈的名單裡面 譬如如信譽光學 或者今次最新的iPhone 有機會有些鏡頭 都會採購自信譽的 但是那個比例 就一定不會多得去哪裡 另外就說 就算讓你接到單 整體那個margin 是不是都會有壓力呢 因為這方面 都是很取決於 你現時supply chain的 數目越來越多了 你說你在那個拿單的時候 也都是會壓力價的 所以很多時候 你即使現在做到蘋果生意 但是你不期望 在那個毛利率方面 會有一個很出眾的表現 所以對於這些所謂蘋果概念股 我相信現時 就是你說炒的概念 就已經是沒有以前來說 是這麼多 反而要留意著 除了你說去供應給蘋果之外 其他的客人出機的情況是怎樣呢 因為有機會你說蘋果是出完機的 那些人可能接下來換機 都集中換回iPhone 而令到其他品牌的那些機 相對是會放緩的 其實對於那些供應鏈的 譬如手機設備股來說 都未必一定是好的 而且你留意 好像今次iPhone 你說13Pro來計算 你計過鏡頭數目 都是三個 是不是 之前你想想 兩三年前 大家炒 信譽那些鏡頭的概念 其中一點就是 或是接下來的機 應該會越來越多鏡頭 是 5、6、7個 是 特別之前國內那些品牌 出道是5鏡頭、6鏡頭、7鏡頭都有 是 但是你看到這個trend 是無法維持的 是 去到這一陣子來講 iPhone也好 我看到之前的小米也好 出的鏡頭數目 頂擾都可能是3個、4個左右 所以你說不斷要靠 鏡頭數目增加 而令到 譬如信譽方面那些產品 可以增加出貨量 似乎這個模式是行不通 我唯有靠每個鏡頭的upgrade 但是你看看 其實近這一兩年 也都看到鏡頭upgrade方面的進度 就沒有預期中那麼快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